谈 财 这个是好的 财 财就是指什么呢 就是财气 我所获得的 获得的报酬 获得的财气 这个字是好的 有这个字的人 是大富 食 就是说 不愁吃穿 食路啊 食神啊 就是不愁吃穿 有的吃 有的喝 永远不愁的 在这个地方有字 在这个地方有字呢 聪明 睿智 做事情 有派的 有艺术天分 可能他人家讲一个 一个问题 他可能和一举一反商 这是一个聪明的表示方法 杀夫 就是什么 就是 嫁了先生 嫁了老公 他对老公的仇恨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所以就是 因为摩擦可能产生的越来越大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有字呢 就很容易形成杀夫的格局 所以饿也是不好的 从我们整个女字图来看 一个 作为一个女人 她的婚姻 财气 财运 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特别是婚姻 很多不好的字 对她的运程来说 是有一定影响 但是我们讲 刚刚我都讲过 去做美容 去做化妆 把那些字眼改掉 会不会改变她的运程呢 会改变她的运程的80% 是有一定效用的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也是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 改过以后 确实是变好了 所以面子来说 在相学来说 是很容易在这上面 看出一个人的 急凶祸福 好 我们把面子就讲解到这里吧 现在我们来讲一讲 秦神 弃使 弃使 三大观法 中国相许流派 很多 其中 以实质性来说 其中也离不开这四项 观察 比较 分析 判断 就是说 观察一个人的相貌 去找很多相学的理论知识 跟同一类的人去相比较 然后分析 做出判断 这个相貌是 急凶祸福 其中 行神法 是以 金 气 神 三大要素 来判断 急凶 气 气 气 是 用人 周围的气 来判断这个人 气势 运程 金行人 是白色 木星人 是青色 火星人 是红色 土星人 是黄色 水星人 是蓝绿色 而我们 一年四季 也分为 四种颜色 春天 就称为青色 夏天 就称为红色 秋天 就称为 黄色 冬天 就称为白色 称为金色 而用这个五星人 去跟颜色 来相比较 相融合 其实在一天当中 也可能产生 也有一天的颜色 早上 中雨 晚上 夜晚 这个时间 都是有颜色的 其实 气势 它就是用 颜色 跟五行 跟人 木行 跟人的五行 来相融合 相集合 来判断 这个人的 吉凶 与否 气势 是指一个人的 仪表 走路自事 坐之 平常的生活习惯 来判断他 跟同一类 的相学理论 相比较判断 他的吉凶 与否 现在 我们就在 行审法 举例 歪 不怒而为 眼开大合 大喜不变美 是什么呢 他遇到大的喜事 他也不会说 立刻放在脸上 是比较平稳的 让他过渡过去 大怒而不发 就是遇到 很激愤的事情 很气人的事情 他也会忍住不发 做事 做事就比较 来得 来得 臣妇比较深 敬而不逊 就是说 遇到 突发事件 他也不紧张 他也可以是 荡然 荡然处之 视之有威 就是看他整个脸像 他是视之有威 就是很有威严感 这种人是做 主导 光 光运 比较强 而且呢 从整个脸型看起来 很有风度 像他这种 这种脸型 他是长寿的 而且他也不会为 七情六欲 所动 现在我们为 七世法 也举一下例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是一个 我们刚刚以前讲过的 金型的面向 这就是金型的面向 金型 它属于 它的颜色是 金银色 白色 都出来金色 而我们讲的 七世法 就是说 这个金型人 在遇到他 跟他相合的颜色 他就会 出掌他的蕴层 比如说 冬天 是称为白色 他在冬天的蕴层 是比夏天的蕴层 也好一点 夏天是火克金 所以他的蕴层 来说 就是一年当中的蕴层 他是冬天 是涨上风 夏天 是走下风 但是如果说 是走春天呢 春天是暮色 就是春天是暮 青色 青色也是克他的 因为暮克金 暮是克金的 所以他春天 他也比较弱 做事情也好 事业也好 各方面都比较弱 但是如果到了秋天呢 秋天是黄色 黄色就代表金 金能碰金 是旺他的 所以夏天就 金明人在气势法当中 他跟四季 跟每一天 每一个月 每一年的流程 气势 他都是影响的 比如说 他是金明 金行人 他穿了一件 红色的衣服 跟他的命 是不相配的 因为火能克金 他应该穿什么样的颜色呢 他应该穿黄色 或者淡黄色 因为黄色属于土 能够生他的金 我们现在看看 土行人 土行人他也是 同样一样的道理 他的 他说 是不相配的